在越南北部的海洋省慈济之工从去年9月 开始在清河县境内为贫困的孩子发放助学金 时隔4个月慈济之工再度前来 这次不仅送来助学金 还亲手为他们缝制围巾 希望孩子们在志工的温暖陪伴之下更努力学习 冬天的越南北部太阳升起的晚 天气也特别冷 不过海洋省的慈济之工却已在清晨为亮的天色下 集合出发 为清河县内四所中小学的贫困孩子 发放助学金 海洋省在越南63个省市里 算是相对贫困的地区 慈济从2014年9月 首次举办助学金发放 这一趟是第二度前来 原孩子的求学梦志工不仅送来助学金 也给予机会教育 透过一公分铅笔的故事 让大家体验大陆小朋友们求学的辛苦 发放结束 志工一一为孩子们围上亲手缝制的围巾 期盼这份温暖能够陪伴孩子在新学期快乐学习 达新闻 这上面志工 陈士林丹 沈萌青 越南报道